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防卫项岩乌一 当地时间的16号下午在华盛顿郊外 与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·沙纳汉 首次举行了会谈 双方确认在应对朝鲜问题等方面 日美韩三国的威慑力不可或缺 双方一致同意 基于重视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新防卫力 建设指针防卫计划大纲推进日美合作 双方还在会谈当中 商定进一步推进实施联合训练和装备通用化等方针 此外 延无依旧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的 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重申 搬迁至名户市汴野谷是唯一的解决办法